进入秋季之后的三角梅是一年当中花量最大颜色最漂亮的地点 很多花友养的三角梅呢 到达秋季之后就不开花了 这是什么因素呢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讲一讲关于三角梅在秋季不开花的几个原因 首先这一点呢 就是没有给它及时的进行修剪 修剪的好处呢 就是让它蒙发出更多的薪资 薪资多到后期开花才会多 通常像这些不开花以及芽点少的枝条呢 要给它进行短节调 通常我们从枝条的顶端开始往下观察 看到它有叶芽的位置就要从这里修剪掉 让它继续的生产出更多的分支来 而保留的芽点呢 它会把所有的养分集中在这里用于掌心芽 其次呢就是没有给它进行副撞 很多花友在三角梅开完花之后呢 没有及时的给它进行副撞工作 这也就叫做了它后期不开花的重要因素 而三角梅这种盆土长期处于干旱的植物呢 我的建议是平时施肥主要以控制肥为主 通常像我的话 我平时基本上它是使用这一款花卉通用型的控制肥 每隔一个月往它的花板里面使用十几二十克的分量 就能够满足它在整个月的养分需求了 因为它里面的大年甲元素都包含了 而且还比较均匀 能够促进植物的根系生长 同时也能够为植株开花做充足的准备 最后就是没有给到充足的光照 很多花友养护的三角梅基本都是室外 而光照油合了之后 光照无论是哪一天都要必须给到最充足的位置给它 对于一些住高楼层的花友 要尽可能的把它移动到窗台上面去养护 因为窗台相对来说光照比较充足 然后还要配合好控水 控水的好处就是让植株带来一个危机的信号 当三角梅感觉到它自己快要咳死了 我快要不行了 它就会由原本的生长魔术 转为后期的繁衍模式 一般控水的过程要经过两到三轮 看它的叶片什么时候下垂折皱的时候 就可以给它一次性浇透水了 这样经过控水之后 再配合以上这几个步骤 保证它在秋季的养护过程中 也能够达到花开慢慢的状态 在秋季的养护过程中